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是伊周歌 伊是所谓伊人在随一方的伊 周就是潮州的周 伊周歌 作者也不是金昌旭 而是葛家运 葛这个姓 不是诸葛亮的葛 而是盖子 铺天盖地的盖子 但作为姓 得读葛 葛家运 家是嘉宾的家 运是运气的运 金昌旭和葛家运都是唐朝人 有学者认为 伊周歌是曲谱名称 应该是葛家运采集的 而这首诗也就是歌词 应该是金昌旭作的 我读一遍这首诗 打起黄鹰儿 莫叫之上体 提诗金切梦 不得道了惜 我解释一下 打起黄鹰儿 我用竹竿乱打树枝 要赶走树上的黄鹰儿 莫叫之上体 不要让他在树枝上叫个不停 提诗金切梦 因为他的叫声 吵醒了我的好梦 切是古代女子的自称 不得道了惜 使我不能在梦里到辽西去见 我那守边关的亲人 辽西是古代的郡名 在现在的辽宁省辽河以西的地方 这首诗语言生动活泼 具有民歌色彩 而且在章法上 还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他全篇词意连绵不断 聚聚相承 环丸相扣 所以四句诗 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诗的写法分为两种 一种诗是 一句诗就是一个完整的意境 所以说即使是一句也能成诗 第二种是整首诗一个意境 拿掉一句就支离破碎 不能成诗了 这首春愿就是拿掉一句就不能成诗的典型例子 这首诗还有另一个特点 那就是整首诗只讲一件事 但这件事却不明明白白的说出来 而是层层重叠 一层层的 好像包足损似的 包去一层 还有一层 最后读者终于明白诗人要说什么了 但又不直说 故意为读者制造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疑问 第一个疑问 按理说 黄鹰是讨人喜欢的鸟 为什么要打它呢 读者正急着想从下一句寻找答案 第二句诗果然是给了答案 哦 原来啊 打起黄鹰儿的目的是要黄鹰没叫知上体 但是这答案又产生了第二个疑问 鸟语花香 本来是春天里最美的事 而黄鹰的提声又是特别清脆动人的 那为什么不让黄鹰提叫呢 读者又问了 这女子做的是什么梦呢 最后一句诗的答复是 诗中这个怕被经破的不是一般的梦 而是去聊西的梦 梦醒了 恐怕就不得去聊西了 当然还有很多疑问 比如想要梦见的人是谁呢 听众朋友们 您自己想去吧 可见这首小诗啊 不但曲折 而且很有深度 现在我给大家音乐一下 大起黄鹰儿 梦叫之上提 提示精切梦 不得到辽了心 提示精切梦 不得到辽心 谢谢您的收听 再会 明天佳剧 极绝文笔 我们引诵千年诗句 让人生自有诗意 古诗之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